哈囉 你好 我是Lukas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段音樂 然後你等一下告訴我 你聽到了哪些樂器 好的 你聽出來了嗎 答案是 你答對了嗎 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們再聽一下這段作品 用了哪些樂器 你聽出來了嗎 答案是 吉他 電鋼琴 孜然藉中 聽不太到的合成器的聲音 後面還加了小提琴 Bass 吉他 當然還有人聲 那你又答對了嗎 好的 那你覺得以上的兩種音樂作品 會需要幾個人來完成 你可能會想 一位鼓針老師 Bass手 吉他手 一位鋼琴老師 小提琴手 鼓手 跟一位歌手 其實老師的跟你說 你剛剛聽到的音樂作品 都是由我一個人完成的 喔不對 還有一位歌手 而且重點是我不會打鼓 不會吉他 不會拉小提琴 不會Bass 跟不會彈鼓針 那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 其實呢 我只透過一個滑鼠 就把你聽到的爵士鼓的聲音點出來 一個滑鼠就把電吉他的聲音彈出來 一個滑鼠就把鼓針給演奏出來 甚至我還用滑鼠拉小提琴 哦我的天啊 你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 現在科技已經越來越進步了 音樂也已經轉型數位化 成為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數位音樂 在數位音樂的世界呢 我可以盡情的享受 我是一個全方位的音樂製作人 全方位的樂手 我明明在現實的世界中 不會這些樂器 卻可以在數位音樂當中 快樂的駕馭他 而且還能輸出成音檔 上傳串流平台 播放給全世界的人聽到 我們都應該感到非常的驚訝才對 因為在數位音樂當中 能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我甚至可以把走音的歌聲 拉回來 這根本太瘋狂了 你的雙手主宰了所有的一切 在數位音樂當中 所有的樂器都聽你指揮 而你就是一個全方位的音樂製作人 以前呢 我們都會去學習一樣樂器 然後學了非常的久 才會開始慢慢的有起色 然後呢 你又會去聽很厲害的作品 你就會覺得你的演奏功力 根本就是 以前呢 我們去學唱歌 老師總會要求你的氣息要飽滿 要用複式呼吸法 音準要準 拍子要準 但請問以上這些問題到底要練多久 好 但我練習一樣樂器很久 假設吉他好了 你已經練習了十念了 你想要組團 找people手 找歌手 找爵士鼓手 找bass手 才發現天啊 他們的實力根本遠不如你 實力差太多了 根本沒辦法像你一樣 這麼專業的演奏功力 根本沒辦法組團 那你自己就沒辦法一個人做出一首歌曲 因為你只會吉他 怎麼辦呢 好的 那到底數位音樂的世界是長什麼樣子的呢 簡單的說一下 就是用不完的樂器 跟無限的複製貼上 音樂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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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再继续说下去 影片就会太长了 其实我只想跟你说 我跟你一样 不会乐器 乐理能力普普 没有读过音乐学校 没有充足的预算与时间 学习非常多种的乐器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确认完成一首首自己喜欢的歌曲 你可以做抒情 摇滚 R&B hiphop 配乐等等的音乐类型 完全的天马行空的发挥 没有任何框架的限制 而我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相信呢 如果我能在数位音乐当中 快乐地驾驭他 那你为什么不行 好的 我就说到这边 如果你看完以上的影片之后 真的很想要了解数位音乐 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学习 那欢迎与我们 OU Music联系哦 拜拜